原本的预想很完美 爱情遭遇了敌人 爱情遇到了危险 怀师从天而降 怀师干脆利落地把所有的怪物全都打爆 怀师英雄就美 爱情安全了 爱情的好感度UP 原本应该是这样的没错啊 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呢 怀师愕然地看着周围 满地的怪物残骸 还有无数飞泵的血浆中 淡定地抛下射空的冲锋枪后 自拐杖中拔出一把近乎长钉的剑刃 笔直灌入最后一只猎狗颅骨中的少女 好像哪里不太对 她愣在原地 在寂静里 愕然地看着面前的场景 然后僵硬地回过头 后退了几步 重新走回了墙后面 是幻觉 是幻觉 刚才打开的方式不太对 重新再来一次 她重新转过身 深吸了一口气 从里面跳出来 爱情我来救 场景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唯一多了的 只有爱情仿佛看智障一样 怜悯又冷漠的眼神 怎么回事 她茫然地挠着头 什么时候 监察官的战斗力 已经这么猛了吗 还是爱情深藏不露 其实是个高手高手高高手 刚才灵机应变的那一件 光是怀尸 自己看着都觉得 后脑勺发凉 直到她撇除尴尬 专注端向着面前的少女时 才发现不对 她竟然是站着的 稳稳当当 只是姿态异常的怪异和僵硬 哪怕完美的符合力学 也没有常人会选择这么站着 怎么看 怎么觉得别扭 就像是机器一样 就是机器没有错 一如既往的独心室发言 爱情伸手 微微提起了长裙的裙摆 展示着脚踝处的钢铁结构 还有衣服在小腿之上 向上延伸的纤细结构 就像是紧贴着皮肤的薄片 纤细的血管中 好像随着什么东西一起 焕发着光芒 隐隐照破了苍白的皮肤 自膝盖和脚趾的破裂的皮肤中 粘稠的鲜血缓缓落下 像是踩着刀尖那样 她站立在怀尸的面前 只不过一具应急反应支架而已 不要一副没有见过失面的样子好吗 她挥了挥手腕上滴下来的血 满不在意地扯了一截裙子下来包扎好 嗯 怀尸一时间 竟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尴尬地挠了挠头 怎么以前没有见过这个高级的东西 技术部工作室的试验型还没量产 我算是内部测试的小白鼠吧 爱情操纵着手机中的辅助APP 将那些临时暴增的数值拉到了最低 把瞄准模块和反击模块关闭 疯狂跳动的心脏终于平静 而手臂和脚踝上渐渐浮现出淤青 脸上不正常的血色褪去 露出苍白 端向着怀尸全副武装的样子 眉毛微挑 说起来还多亏了某人被关进监狱里 关键的时候 我连个可靠的打手都找不到 只能临时申请一具以防万 添了麻烦 真是对不起 您就别追究这个了好吗 失去了英雄救美的机会之后 怀尸整个人都嫌疑起来了 况且我这不是刚刚越狱就过来救你了吗 特事处出事了 嗯 怀尸思索了半天 不知道该怎么和他解释那一副惨状 索性爱情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思索了片刻之后皱起眉头 这么说的话是七元有问题吗 对 和爱情说话就这点好 一点就透 从来不用费心 两人交流了一下情况之后 怀尸终于可以把这一堆破事丢给爱情头疼了 而他也终于看到缩在墙角瑟瑟发抖的沈月 这是哪位 增援本地的升华者虽然是三阶 但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排的上用场啊 他回头看了一眼沈月 叹息了一声 终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毕竟他的辅助起码是帮了自己不少的忙 自我介绍的时候 沈月勉强地挤出了一些笑容 可等怀尸扯着绳子把身后拖在地上的那一具铁边拽过来的时候 沈月的神情就彻底地黯淡了起来 坐在地上 再没有说过话 明显金木的死讯对他打击很大 接下来呢 你打算怎么办 爱情忽然问 嗯 怀尸困惑地看着他 第一次听到他询问自己的行动意见 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要说的话 你现在严格来说已经不算天文会的正式员工了 你也并不需要对社保局和特事处负责 哪怕是你现在处于越狱状态 但这都是不可抗因素导致 你已经自由了 怀尸 哪怕只是现在 爱情郑重地看着他 不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已经都没有资格再向你下令了 这已经是再明显不过的暗示 不论他是选择撒手不管 或者干脆抽身而去 都是在正常不过的选择 一个人为了保卫自己生命的正当理由 他没有义务参与到这一场争斗里 怀尸茫然地想了半天 忍不住笑了起来 可这不妨碍 我想把七元那孙子剁成稀巴烂 对吧 爱情平静地看着他 要说的话 那眼神像是看着一个傻子 许久 他叹息了一声 掏出手机 对着怀尸的脸照了一张照片 把他一脸猛逼的样子保存了下来 上传完毕 那么 怀尸 我以国际天文会的名义宣布 为了保证陷阱的安全 你被征兆了 爱情关掉手机 从腰包里掏出了一个盒子 丢进了他的怀里 这个给你 怀尸好奇地端着那个巴掌大小的铝制盒子 好奇地晃了晃 这什么 难道大家最近都流行送我礼物吗 佩奇十周年纪念款手办 爱情面无表情地说 你不是喜欢佩奇吗 拿回去摆在家里早晚上两炷箱 让它保佑你一帆风顺好了 啥玩意儿 怀尸愕然地打开盒子 发现里面并不是什么粉红色的吹风机 顿时松了口气 在黑色的绒布中间 是一个银白色的手环 扁平的外表上 硬刻着漆黑的纹路 看上去不像是什么神奇古老的皱纹 反而像是某种电路集成 介于古老和新颖之间 让人难以评价它的风格 新款手铐 他好奇地拿起了手环 扣在自己的左手手腕上 手环内曾传来了细碎的声音 收紧了 但力度适中 当他将展开五指 然后握拳的动作重复了两边之后 扣在手腕上的手腕 便像是截体一样展开了 一片片的铁片彼此嵌合 覆盖 向上延伸 到最后完全覆盖了手背 变成了轻薄的路纸手套 明明是钢铁构成 可活动起来 却丝毫不受限制 也不妨碍握刀 掌心像是被针扎了一样 隐隐有些疼 但很快就感觉不到了 其中好像圣痕一样 存在着某种古怪的原质结构 但怀施分辨不出来 而手套掌心的部分 却仿佛皮毛 或者是某种纱纸 怀施试着搓了搓手 听见好像铁片摩擦的声音 卡文迪许工房出产的底石 爱卿说 抽取使用者的血和原质进行激化 达到质变的目的 你试试就知道了 怀施好奇地换出了祭祀刀 伸手自刀锋上抹过 掌心隐隐传来了被刀割的冰凉感 底石手套在抽取着他的血 可随着掌心的抹过 祭祀刀上竟然亮起一层隐约的电光 随手挥刀的时候 传来电光击破空气的爆裂声 划过地上怪物的残骸时 刀刃的切口上顿时一片焦黑 很快就向下坍塌 变成了风吹即散的灰烬 看起来似乎挺适合你 爱情的眉毛微挑 对这个结果表示满意 具体的效果取决于你投入的原质多少和血的质量 如果肾痕进阶的话 效果可能还会更好一些吧 反正不管怎么样 总比傻乎乎的拿刀去砍要强一些 怀世惊奇地端向着左手上的底石手套 反复地实验着他的效果 越发地感受到了便利 不但能够和心毒完美叠加 而且同心毒针对原质的冲击不同 这一层镀在刀锋上的电光可是实打实的物理攻击 带着他相当于随时随地能够将一件普通的武器 变成具有边境特性的炼金产物 可以说相当适合自己 至于持续时间 一次砥砺之后 雷光大概能持续一分多重 对于怀世这种偏向近战节奏激烈的搏斗方式来说 也算够用了 谢谢 他满足地收下了这一件礼物 反正都是准备低价处理掉的东西 能够在你手里发挥余热的话 也算创造了点价值 对于他的来历 爱情并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挥了挥手 闲话已经说太多了 你该去工作了 怀世 那你呢 做我的工作 他不客气地翻茧着怀世拎过来的旅行包 补充着自己的弹匣和武器 当他看到里面竟然有一件女士的小型防弹马甲 忍不住有些错愕地看了怀世一眼 没想到他竟然会贴心到这种程度 对此 怀世只能撑起心虚的笑容 表示这是我的一份心意 不要客气 那么 祝你行动顺利吧 爱情最后看了他一眼 还是忍不住头疼 毕竟这个家伙 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是能够一帆风顺的样子 不 应该说总觉得会凉得很快吧 带上这个家伙好了 他忽然伸手 指向了旁边自闭的沈月 虽然废物了点 但好歹还是三界的升华者 多少能拍上点用场 沈月愕然抬头 想要说什么 可最后 终究没有拒绝 反而主动为怀尸扛起了包和其他的杂物 最后将金木仪留下的遗物 铁边背在了自己的身上 脸色苍白地喘息着 看上去越发得不靠谱起来了呀 爱情越发头疼得揉了揉脑袋 再没有说什么 只是低下头向着他们挥了挥手 总之 一路顺风吧 他低头看着手中的仪表 转身走向了黑暗里 感谢观看